所以國外其實有文獻 很多的文獻 在專門做國際的運動大型的賽會 真的有就是做的那個 賽會越大那個保險套使用率 我相信啊 我相信因為他們必須要有 可是也 我真的是一個很正常的角度 大家不要想 我在想問一下說 因為很多人是說 他在比賽前不要有這樣的行為 要不然他會浪費體力 這是 所以是應該是在賽後 是一個發洩的管道 這是正常的一個 應該是這樣說 像譬如說 有一年世界盃德國隊 拿到了足球的金牌 在這之前 他們就有下那個 嚴禁禁令 那譬如說比完賽了 大家就會情緒上 心情上的發信 的確是很多 是啊 因為我不知道 其實剛才在只有講保險套 你知道每次運動賽會完 你知道喝酒倒著倒 那個整個選手村裡面 真的很狠狠很誇張 跟音樂季一樣 差不多 因為我相信 他們的壓力一定很大 很大 真的很大 而且尤其今年 可能大家壓力又更大 對 因為一不小心去 好幾個 不是去還沒比賽就染疫 那個心情有多麼的痛苦啊 四年就等了 我真的是抱著性命去參賽 對啊 所以我相信他們壓力也很大 所以其實只能想問說 但選手村要怎麼去呢 可以 運動員的後見 你難以想像的運動傷害 一次我踢 然後另外一個人踢 剛好我的膝蓋 跟他的膝蓋 然後啪 跳錯 然後我的腳的繼續往前 這個鼻子被打的時候 斷到 我在皮膚下面可以磨到 鼻骨在這裡 好了 好了 我膝蓋開三次的喔 跳起來 這樣直接倒在中 就是 你就要這樣 就因為以前已經帶太久 我的腳膜就受傷 就超級味光 然後超級 就一直在流眼淚這樣子